第八阵阵统张彪参见总督大人 第二十一混成械协同 黎元洪拜见总督大人 都练公所督办 铁钟拜见总督大人 武昌情况十分紧急 诸位将军 随我来 坐下讲 都坐下讲 自从南湖炮兵滋事以来 我立即下令将各营的枪炮机扭拆下 连同子弹一起送缴军械局 从牌长到镖桶 必须每日在营房歇息 不得善离 如有刑技可疑之人 准其急刑拿获 好 最近你们都听说了 八月十五杀鸭子的事了吗 听说了 这说明革命党 准备在八月十五造反 是 各位将军 如何处置啊 总督大人 时下 楚王台军械库最为重要 一旦失守 革命党人夺取了枪炮弹药 后果不堪设想 那何不驻守在楚王台啊 我的部署 攻城并八营 现在有人撞告你 说你功成兵八营中 革命党人最多 楚王台危在待袭 我回去以后立即掩查 张将军 只怕你是查不出来的 那就要看 铁中将军有何妙计了 我有什么妙计 好好好 先坐 先坐 坐下说 总督大人 三十一彪第一营 他们都是齐级士兵 是朝廷最为信任的军队 我提议 调他们换手军械索 保证外国医师 我反对 把你反对的理由说一说嘛 坐下讲 现在捕风捉影的话太多了 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保持镇静 把革命挂在口头上的人 过去有 现在也有 当然 我们不能保证他们都不出事 可是 如果革命党果然很多 那湖北的状况就很难预料 那么我们派少数骑兵去 又有什么用呢 正因为满汉分解 才使得革命党 用这种理由去煽动人心 如果现在我们换访齐人 只能加剧这种矛盾 到时候没有的是 恐怕也会闹出事来 反而让革命党有机可乘 迷惑民众煽动闹事 后果将不堪设想 那你的意见呢 以我之见 工程兵 都是武昌黄皮子弟 他们的父母妻儿就在身边 而且 他们和前营长李克国感情融洽 我看不如仍让工兵来专手 再派李克国前去进行监管 张彪将军 你的意见呢 我赞成黎血统的高见 好 为了杀尽革命党 本总督他组织一支忠于我大清王朝的军队 现在由铁中将军宣布 命令 改部既有教练队一个营 机关营一队 消防队一队 集调巡防军三营 骑兵一队入城 再加上资重营 宪兵营 第三十标骑兵营 第八阵司令部 卫兵及警察 合计五千余人 本都授予你临机处置的生杀大权 在下不辱使命 好 通知全体官兵 提前至八月十四过节 待八月十五革命党闹事之前 提前下手 是 勒甘冕 整个过程关键要注意细节 对 是的 我也这么认为 勒甘冕 勒甘冕了 勒甘冕 岂有此理 勒甘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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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国人也跑到汉口来耀武扬威了 勒甘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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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叫这是俄租界呢 等我们的革命成功了 先把万国租界地收回来 勒甘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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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姬啊 讲义务回到武汉了吗 再过两个小时 就应该回到 射在武昌的军事指挥总部了 你一定要向他说明 武汉三镇的形势如此险了 避开八月十五中秋举翼是正确的 嗯 还要请他担负起总指挥的职责 你再顺路检查一下 攻城八营的情况 再次向雄炳坤同志说明 他们打响第一枪的重要性 是 还担心什么 我担心一般的子弹 打不开总督署的大门 双方对峙太久 会对我们造成太大的牺牲啊 放心 我有办法 真的 那太好了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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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包子 好嘞 客官 八营的情况如何 自南湖炮队兵变之后 八营人心动摇 更为严重的是 士兵三五成群堵在一起发牢骚 希望快一点发动起义 秦朝廷的军官有何表现 他们好不容易挨过八月十五中秋节 所有接到上风试玉 中上级军官出入 军需佩戴手枪 目兵不得载营会客 无特别事件 不准挂号 一句话 他们的两只眼睛 死死地盯着每一个士兵 我 我正式通知你 今晚十二时起义 你们打响第一枪后 其他各部按预定计划相应 务必在天亮之前攻下总督署 保证完成任务 万一有非常事件发生 会有专人通知 是 不过 千万不要有非常事件发生 老李啊 什么事儿 你可要收好这钥匙 它可关系着我们起义的成败呀 刘公 您就放心吧 只要有我在 这钥匙就不会落入敌人之手 嗯 好 刘公 好 这 这是 你们猜猜 这大铁湖里装的是什么宝贝 猜不出来 你们还记得 当年汪兆明和陈碧军 李仲实 还有那个会制造炸弹的专家 于培伦到武汉来 要炸死调任直立总督的端方吗 后来因为那个老家伙 他走了水路 躲过一劫 他们就把这个宝贝 留给我了 那我们 就用当年炸端方的宝贝 炸死胡广总督瑞城吧 这么多炸药啊 一颗五斤 两颗十斤 用十斤炸药 换一个胡广总督 直 你们都站远点 好 来 哥 嫂子让我叫你回家吃饭 不急 那我看着孙武 把炸弹造好了再去 这是什么玩意儿 孙武大哥 你再制造炸弹 你再制造炸弹 四五 四五 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抢救 快 快 哥 快起来 走啊 要不快我来抓人了 快走 江总指挥 父亲 你可回来了 回来了 快 快坐 好 父亲啊 过去岳阳也有多日 对武汉最近的情况不清楚 你快说说 以本党的势力 现在究竟可否拒失 能能能能能 看见了 好浓的人哪 真的啊 等等 你赶快回机关 砸开保险柜 取出起义的花名册 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 不然花名册落在官府的手里 所有的领导人都会被抓的 快去 好 好 快 现在的情形啊 十分危险 现在本党啊 在军队中啊 人数已占大半 若一举世 不但可以占据武昌 得汉口 就是打到北京 也甚容易啊 我们的老乡 湖南娇大风的态度呢 他来电说 尚未准备好 希望能推迟十天 湖南湖北同时起义 那香港的黄克强呢 他有电报给上海方面 表示各省机关 还没有仪器打通 湖北一省恐难做到 必须推迟到农历九月初 约同其他各省 同时起义才是 我赞成克强的意见 虽说在我们这里 人数很多 但如果其他各省 都像我们家乡湖南那样 那岂不是徒劳无功吗 那真的真吓人啊 真吓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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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吓人 跟武汉三镇处处是干尘 一颗火星就可以燃起熊熊大火 再说 军队的情绪更加暴力 且又下达了起义的通知 一旦更改日期 她是难以接受啊 立即召开各标营的代表会议 我来做他们的工作 驾 走 流通被遇了 恶果寻补会把这些材料 转给官府吗 万一流通拱出 起义的计划和领导人 又该怎么办呢 总督大人 我们破获了一个革命党的军事指挥中心 这是缴获他们的军旗和花明册 还有其他发现吗 有 一个叫流通的青年人 还没上行 就供出了他们设在武昌的 军事指挥部地址和人员 这件事情还有其他的人知道吗 除您以外 任何人不知此事 好 把上代人抄他们的老窝 我即刻上报朝廷 好 兄弟的意思 不是不想早日起事 我是担心我们这里一起事 外面没得救援 那岂不是随得随失吗 我希望各位 能多给我些时间 让兄弟详细调查 从容不知 到那时候 不但外甥有了救援 就是本地 也不知仓促坏事啊 各位 有什么意见吗 刘福记同志 你有什么意见吗 我还是那句话 外面谣言很多 若不及早起事 必会发生意外 我建议在此期间 同志们不能放松警惕 欲有突然事件爆发 能够立即举事 好 只要你们接到 我起义的命令 就立即杀上战场 散会 福记 初盘 今天咱们三个 说说心里话 我真不明白 当年中山先生 黄兴 他们搞了那么多次起义 而且都失败了 可他们针求过 谁的意见呢 就是 我看哪 这就是一种 不自信的表现 你怎么会这样说 我这样说还是轻的 那我想听听 中的是什么 大事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 老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不要急 慢慢说 今天下午 孙武他制造炸弹 刘文不申把烟灰 掉进了火药里 引发了爆炸 孙武等人受伤 已被送往医院 更为严重的是 据说刘同被捕后 向官府供出了我们的一切 你们快想办法吧 我还要去医院看望孙武 我先走了 孙武 刘同叛变了 如果今晚还不采取行动 那么明天一早 官府就会按花名策抓人 到那个时候 我们没有一个人 能保全自己的脑袋 可我们现在的准备 还不够充分 你是总指挥 情势这样紧迫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 你却裹足不前 难道你是个懦夫吗 对 你必须做出明确的回答 你们真的以为我是怕死吗 革命者不怕死 怕死者不革命 纵然使人头落地 也要置地有生 好 现在 我们就研究一下 今晚的起义计划 本军 于今夜十二时起义 我军听到南湖炮声以后 立即从原地拔队 按命令规定的目标 发挡净 第二天上午七时 除了有少数军队 防守已占领的地点外 其余各部 都到资役局集合 各部队具体作战目标 大体同于 九月二十四日宣布的 总动员计划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 杨虎盛同志 你带上这封命令 去找邓玉玲 由他亲自送打 南湖炮队第八标 是 还有 你和胡祖顺 陈磊 把这几份命令 分别送打其他各部 是 我们就等他 敲响十二下了 放入 以我 关键的时候 哪也能抵挡一阵子 行 怎么南湖还没传来起义的炮声啊 是啊 南湖的炮声应该响了 不好 一定发生了什么情况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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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跑了 快点快点 快 快 快点 快 发尾起来 小心 炸弹 怎么不响啊 你拔顺钉了吗 可惜今天没炸死你们 都怪我 手雷没拔顺钉 不过你们也别高兴 地质早晚要推翻 行了 王老板 欠你的房租你放心 这是我们革命党的事 跟你没关系 带走 走 走 往后好好做你的生意 要是再让我发现 你和革命党搅在一起 会和他们一样法办 彭主范 你是革命党吗 不错 我是革命党 我看 你本是个宪兵 只怕你不是革命党吧 你说我不是 我就不是革命党了 我只晓得 我以反清流血为宗旨 也不知道是不是你口中所说的革命党 那 你有多少同党 同党 同胞四万万 你还不知道吗 你还不知道吗 口气倒不小啊 那你们打算几时起事 就是今天 可惜 没能把你和你们这些贵子手统统杀死 把我杀死 我先把你杀死 带下去 带总东署东原门立即行刑 是 把刘福基带来 刘福基啊 你可是革命党 你何必问东问西 浪费时间 既然落入你们手中 还能拖出吗 自古道 一人做事一人当 今天扔炸弹的就是我 好 是条汉子 难道 你们就不是爹娘生的 真的不怕死 人生自古谁无死 可惜呀可惜 帝制尚未推翻 达鲁还未屈处 我死心不甘的 你就带着这个遗憾上路吧 带下去 跟炮主番一块儿行刑 我死心不甘 我心不甘 现在还关着几个革命党 将军 还有一个叫杨洪胜的 和刚才两个是一伙的 他在送信的路上 被我们抓到的 是装骨头吗 不是 逮捕他的时候 他用炸弹炸死了 我们两个弟兄 接着他又写下了一句话 当供词 写的什么 扔炸弹者革命党一名 杨洪胜 不用审了 你们只管杀 是 李将军 你说这事儿 二位将军哪 如此众多的革命党 打算如何处置 按图所记 将官兵中的革命党 一网打尽 对 欲速从快 立刻下达逮捕令 李将军 您的意见是 我看了缴获的 革命党的材料以后 我认为牵涉过多 应该缓办 以免引起激变 怕什么 武昌为国效力之兵 不下八九千人 何愁两三千支乱兵造反 如不尽早扑灭 按名策拘捕 依法承办 让乱党猖狂 不为无意对都帅 岂将何词对皇上 我不是说不办 我是担心引起激变 应该缓办啊 我不同意 李协同志剑 我也不赞同 李协同志剑 二位将军不要误会 我说的缓办不是不办 如果居获的人中有证据确实者 那一定要严办 不能姑息养奸 这些年哪 我一向是奉命办事 不敢违反的 那好啊 我还是希望李协同 奉命行事的好啊 是 我一定按照总督的命令行事 三位将军听令 为了斩草除根 不留疑患 从武师开始 全程大搜捕 不可放过 一个革命党 是 金尘处决的三个乱党 要暴尸三日 杀义情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衍计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找不到了 是啊 孙武同志受伤住院 刘公同志不知去向 蒋义武同志于昨晚 虽然在指挥部逃过一劫 可他现在也不知藏在什么地方 我们该怎么办 你的意见呢 立即起 对 据可靠情字 官府与武后在武汉三镇 展开大搜捕 官军得到了华明册 他们已经掌握了我们的情况 依我看 等不到明天 你我也就陈时到边了 就说起义吧 由谁来指挥呢 你官局正目 在国外也就是个班长 而我呢 也就是个排长 我们攻城八营 还有一个连长叫吴兆林 他也是党人 把他拉出来 他也会干 一个班长 一个排长 一个连长 我看行 故人说 处遂三户 王勤必处嘛 我们这几个下级军官 手里有数百名士兵 还不能领导这次武昌起义吗 有气魄 你的一些话 使我也想起了两句谷语 为处有才 于私为胜 你这个班长 加上我这个排长 行 判定是怎么回事 谢谢你 在资国 是怎么回事 你才能按潜 没有电话 说明 而我还是对还是对 不能押连 好 покуп人 特别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兄代表 兄代表 怎么办 大家请安静 怎么办 怎么办 锦银防灾处 今天早上 奉总机关命令 则我攻城八营发难 其原因就是 巨蟹所为我营所管 一旦局势 大家必须到巨蟹所领取枪支和弹药 然后 才能攻打官兵啊 兄代表 可有的士兵有些害怕呀 告诉他们 我们平时革命 为的是牺牲 现在实际一到 怕死有什么用 我们的名册 昨天已经被搜据 按名单抓人 我们都在其中 况且 我们今日应以广州三二九起义为模范 红山之阳 我们未必没有黄花岗之壮局 与其 我们坐以待毙 还不如奋起一击 对 兄代表 还不急 还不急 依我看 我们 不急 一个一个说 如果死中得以求胜 我们未必不能一举而成功 这是我们平速革命的大愿望 革命事业远属牺牲冒险事业 不牺牲不成功 不冒险不成功 时至今日 无论如何 我被要一干 对 对 对 我被要一干 我被要一干 很好 只要大家同心协力 兄弟部队就跟着响应 今天 我与同住城内的 第二十九标 三十标的同志 取得了联系 以致决定 在攻城八营晚操队伍集合前的空间 与下午三十发难 据我所知 营官突然取消了当天晚操队伍集合的活动 那 就利用晚间点头道明 二道明前的七十发难 好好 好 好 记住 只要听到操场上发枪三响 大家就拿着武器 行动起来 今夜口令 同心协力 同心协力 现在局势非常严重 起亿亡 不起亿野亡 与其亡于不起亿 不如趁机发难 以尽汉人天择 而表我等雄器 纵使事不成 也了却满腹之恨 如果事成的话 也许有九死一生的机会 大家有不同意见吗 没有 没有 开始 让我们等待南湖炮响和城内发难 准备响应 我们等了一夜 南湖和城内都没有动静 等来的却是 总机关遭到破坏 三明战时牺牲 这次我们不能再等了 我们得自己动手发难 对 对 好 我提议 有次重营先发枪声 同时在营方放火 其他两队响应 同意吗 同意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音乐 听说吴队官去处网台西南城墙巡查了 好 我这就派人去找他 等等 没什么变化吧 没有 不过 你们要严防二排逃派长 他今晚奉命查革命档 好 嗯 记者罗 记者罗 插步枪啊 怎么样 点兵点完了吧 点到你了 刚才啊 还问你干什么呢 我说你生病了 我们大家还得小心一点 你们杰哥 干什么呢 没干什么 没有啊 来 走走 哎 金正龙 别人的枪都交了 你为什么不交啊 你想干什么 防备啊 防备 防备什么 你是不是想造反啊你 你啊 陶派长 你说呢 你把枪给我 干什么 给我 兄弟们 下他的枪 弟兄们 兄弟们 此时不善 等待何时 快 波玉东 金正龙 你想干什么你 老子想造反 你枪里怎么会有子弹啊 子弹 子弹就是为了造反用的 金正龙 你这么做你会后悔的 老子做事情从来不后悔 别动 你们是不是也想造反 反烂了 金正龙 好样的 原来你们早有预谋 有种你朝这儿打 别逼我 陶派长 打呀 打呀 别逼我 别逼我 打呀 别逼我 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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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呀 打呀 闭呀 打呀 好 兄弟们 走 兄弟们 走 弟兄们 听我说 不要乱 你们家里面尚有老乡小 你们的父母兄弟就住在此地 千万不要上了革命党的大 造反是要灭九族的 弟兄们 我们立刻占领储望台军械库军 兄代表 兄代表 我们占领了储望台的军械库 什么 你再说一遍 听到你们的发弹相声号 我们就占领了储望台的军械库 太好了 谢谢你们 弟兄们 我们起义了 起义了 起义了 立刻跟着我到军械库 领取武器和炸药 走 走 快 弟兄们 都拿上枪 弟兄们 都拿上枪 都被给集合 快 报告 吴兆林烈达到了 你可算到了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蔡济明 这是吴兆林同志 赵林 总算见到你了 济明 你好 你们说吧 我做什么 我和熊北坤同志 早就商定好了 你这是我们基业武昌起义的 临时总指挥 我 是啊 你就是今夜起义的 临时总指挥 我能行吗 当然行 他们能听我的指挥 听 真的 真的 我这个班长的话 他们都听 更何况 你还是连长呢 是啊 我也只是个排长吧 好 一个连长 一个排长 一个班长 我们就指挥今晚的 武昌起义 嗯 同志们 我们攻下褚望台 打开军械库的任务 顺利完成了 好 好 从现在开始 本军应挂以 革命军三个字 称 湖北革命军 湖北革命军 至于朱兵种的对号 暂时沿用救治 等武昌起义胜利之后 再统一编制 为此 我必须向 湖北革命军的 同志们说明 本军今夜作战 应以破坏湖北行政机关 完成武昌独立 为最高原则 换句话说 我们的进攻方向 是以总督署 为最大目标 下边我给大家介绍 领导今晚起义的 临时总指挥 吴兆林同志 吴兆林同志早年投身革命 先后在工程八营 将校抢机所 湖北参谋学校学习 有着丰富的指挥经验 大家热烈欢迎我们的 临时总指挥 吴兆林同志讲话 同志们 蔡静明和熊炳坤 两位同志 推选我 为今天晚上起义的总指挥 你们同意吗 同意 好 从现在开始 你们必须服从我的指挥 为定者 斩 是 蔡静明 有 熊炳坤 有 你二人分率两路革命大军 向总督衙门发起进攻 是 我亲率空城八营的金兆龙 第三十标的马明熙 第二十九标的张鹏诚 立即夺取中和门 欢迎业已宣布起义的 军中之胆 湖北革命军炮八彪的同志 参加战斗 哪儿来的枪声啊 局部 工程兵发营 带头发难了 一个营的兵力 怎么能有这么密集的枪声啊 举报还有其他标营的部队 也跟着相机发难了 走走走 总督大人 请请放心 我放得了心吗 我问你 究竟有多少官兵叛乱了 上位查清 那我们还有多少可靠的兵力啊 我算了算 我所掌握的城内兵力 大约有三千人以上 那人还不少吗 当然不少 就说总督署 这仪仗多高的城墙 没有炮兵 是攻不进来的 对 就说我们手中 现有的机枪吧 一扫一个扇面儿 千八百人 那是攻不上来的 好 同志们 打 打 看这边 这边 民人的火力太猛了 你看看 尤其是那机枪 封打了我们革命军 前进的道路啊 对 我也正为这事着急呢 再过几个小时 天就亮了 到那时还没有攻下整个组 咱们就完了 走 走 走 我 可不可以 我们所以努力 我们天倫